华哥也没想到 大哥抬小的功夫 就偶遇了香港第一富婆 两人虽是第一次见面 对方却无比热情 非要跟华哥切磋切磋技术 华哥招架不住 赶紧找了个借口溜了 其实富婆能认出华哥并不奇怪 因为他曾是圈内赫赫有名的舞男 平常的工作就是陪女人们玩了 又因为他长相帅气 工作能力强 想约他的人数不胜数 但这份工作毕竟很伤身体 华哥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淡尽粮绝 所以在不久前 他开始转行卖古董 可没想到 这天碰见的买家 竟是他以前的客人 对方对华哥念念不忘 还想再去前缘 好在华哥坚守底线 拒绝了他们 转过天 华哥参加古董拍卖会 看上了一款古董表 本来志在毕点 但在竞拍的环节 他遇到了对手 不管他出价多少 对方立马跟上 华哥有些好奇 探头一看 先看见一双大长腿 原来 对方就是他在台球厅 偶遇的富婆叶姐 跟他比有钱 华哥还差点一死 那块手表最终 还是被叶姐买下 华哥因此有些失望 于是来到酒吧消遣 此时 几个男人正在 比谁的舌头灵活 原来 他们都是这间酒吧里的五男 而华哥则是他们的老板 自从他退出江湖后 他便开始培养表弟 让他时时刻刻记得 补充营养 女人就像一口井 男人就像一根水管 就算是百万富翁啊 早晚也会溜干的 为了让自己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表弟每天勤勤恳恳断裂 但他运气不好 居然遇见两个重口味的客人 对着表弟又打又骂 这下可把表弟逼劫了 立刻跳起来反击 结果这一幕被邻居看见 吓得赶紧报了警 表弟因此被告上法庭 华哥身为房屋的主人 也因为涉嫌包庇 被请到了法庭上 原告的律师是个名叫阿鲁的女人 她本来只是律师助理 由于上司偷懒 才把案子推给她 华哥自然不承认这个罪名 并且他向阿鲁解释 表弟跟这两位女士 只是在座有一身心健康的活动 那些伤痕也只是吻含而已 见阿鲁满脸不可置信 约女人无数的华哥 就猜到她是一个老国版 为了让她长长见识 华哥立刻亲自上阵 给她展示了不同形式的亲吻 法官也被华哥说服 当庭就放了表弟 回到酒吧后 经历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说是有为富婆开大假期 要挑选一名优质武男 祝她生个儿子 面对巨款 大家全部打起精神 不过 富婆的要求非常严格 经过体能测试和理论知识的检验 只剩表弟和另一位武男挺进决赛 这时 富婆终于显身 原来正是叶解 她看着眼前这两个人 还是不太满意 其实她心里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已经退出江湖的华哥 叶解已买古董的名义 约她出来见面 但当华哥知道她的目的后 当即表示了拒绝 气得叶解直接砸了 托她买的古董花瓶 几十万瞬间成了一地碎片 这种富婆华哥的确惹不起 于是换了身衣服回酒吧潇散 结果又碰见了熟人 她过去打招呼 阿如却看见她就跑 原来 一向古板的阿如 在被华哥当众亲吻后 就开始胡思乱想 心事重重 这才来酒吧买醉 但没想到她来的正是华哥的酒吧 借着酒进 阿如把华哥臭骂了一顿 说她无耻下流 才敢在法庭上对她做出那种事 看她喝得神志不清 华哥没有跟她计较 反而很好心地把她送回了家 只是没想到 阿如表面上看着严肃古本 家里却贴满了猛男照片 这下华哥对她有了全新的了解 第二天一早 阿如看见自己身上换好的睡衣 尴尬地大叫起来 她不死心 去问华哥自己的衣服是不是她换的 是我 那天只有我们两个 这下阿如更是尴尬地想撞枪 为了安慰她 华哥故意唱情歌斗她 结果因为扰民被泼了一身水 看到华哥这个窘状 阿如忍不住大笑起来 两人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不得不说 华哥确实很会哄女人开心 这也就难怪富婆叶姐会对她念念不忘 原来这样你才有心情 为了拿下华哥 叶姐用她最喜欢的手表做诱饵 等把她锁在车上后 又不断施展魅力 冲华哥放电 面对如此诱惑 华哥终于把持不住了 而叶姐的目的也很简单 她只是想让华哥陪她三天 两人包了馊游艇 在上面吃喝玩乐 叶也生哥 叶姐想生个孩子 于是随时随地抓住华哥做游戏 幸亏华哥身体素质好 要不然时间一过 小命可能就没了 眼看三天时间即将过去 为了感谢华哥 叶姐把那块价值百万的古董表送给了她 而就在两人寻欢作乐的同时 阿如意外得知 她的上司因为之前在法庭上 被华哥搅局的事情耿耿于怀 所以准备设圈套和警察联手 查抄华哥的酒吧 阿如虽然表面上讨厌华哥 但内心深处其实早就喜欢上她 她联系华哥试图通风报信 可电话始终没人接 情急之下 阿如急匆匆跑到酒吧 然而为时已晚 警察已经赶到现场 他们以淫乱为由 将酒吧里的五难一窝堆 阿如想趁乱溜走 却被眼尖的警察叫住 而就在他被带走调查的时候 华哥正好完成任务赶了回来 看见这一幕 他一脸懵逼 可没等他上前问清楚 车就已经开走了 后来 虽然警方调查清楚 阿如是清白的 但当晚的事情上了报纸 影响非常恶劣 领导层根本不管真相是什么 直接把阿如开除了 他没有气馁 打算重新考虑失证 从头来过 而华哥也终于得知 阿如为他做的一切 这份真诚 让他有了与众不同的感觉 于是他找到阿如 跟他表白了心意 两人在一起后 华哥陪着阿如学习 给他准备午饭 俨然是一副好男人的模样 就在两人打闹时 家里的电话响了 华哥接起来一听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电话那头正是富婆夜景 原来经过那三天的相处 夜景深深被帅气能干的华哥征服 知道他喜欢手柄 就每天都给他送 可华哥对他没兴趣 二话没说就把电话挂了 惨遭心上人拒绝 夜景难过极了 而他其实是有老公的 对方是个富二代 但是整天不务正业 让家里长辈非常着急 为了能让他安定下来 长辈们便开始催生 并承诺只要他们夫妻俩成功生下孩子 就奖励他们两千万 可惜富二代整天在外花天酒地 掏空了身体 根本没办法让夜景怀孕 然一商量 这才选择了重金球子 现在夜景虽然成功怀孕 但他并不开心 因为比起钱 他更想跟华哥在一起 为了追求华哥 夜景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尾随华哥出行 结果却目睹他亲吻别人 夜景这才知道 原来对方已经有了女友 气得夜景牙都快咬碎了 而华哥今天其实是来送女友阿卢 参加大律师的面试 等待结果的见识 他在餐厅定了两个位置 还贴心地准备了一束花 偶然遇见几个之前合作过的老板 夜在餐厅吃饭 华哥便上前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结果再一回头 就看见夜景坐在他的位置上 华哥一看见他就发愁 走过去问他有何贵感 面对夜景的真情表白 华哥果断拒绝 并再次表明自己对他没有一丝感情 之前的相处只是交易而已 这番话让夜景瞬间破防 他情绪激动起来 缠着华哥哭闹 甚至用自杀威胁华哥 看到华哥如此冷血 夜景伤透了心 他哭着冲出餐厅 正好跟面试结束的阿卢擦肩而过 他顺利通过面试 正要跟华哥分享喜悦 结果一进餐厅就感觉气氛很古怪 那几个老板也对着华哥指指点点 面对阿卢的疑问 华哥随口糊弄了过去 此时门外夜景去而复返 看见华哥对别的女人这么温柔 他顿时怒火中烧 失去了理智 等华哥跟阿卢回到家时 就傻眼了 墙上被人写满了恶毒的写字 客厅里更是挂满了鸭子尸体 华哥立刻明白 这一切都是夜景在报复自己 他一切之下 跑到夜景家 想跟他说清楚以后 别再打扰自己生活 就在两人争吵时 夜景那个富二代老公 回来撞见这一幕 他二话不说 冲着华哥就是一通脏 好不容易把人推开 华哥不想再跟他们纠缠 可正要走 富二代居然掏出来一把枪 富二代不依不饶 一心想弄死华哥 结果不小心枪走火 把自己给毙了 看着地上的尸体 华哥吓得满头大汗 夜景则又爱生恨 一口要定人是华哥杀的 夜景要带华哥远走高飞 结果再次遭到拒绝 见他敬酒不迟迟罚酒 夜景狠下心来 对着家里的保姆大喊 是华哥杀了他老公 这下 人证物正俱在 华哥被送上了法庭 开庭这天 夜景作为证人出戏 说到情绪激动之处 还晕了过去 这出戏眼的华哥也无奈了 为了救华哥 阿如出任被告律师 来向华哥了解事情的原委 这时 他才终于知道 华哥跟夜景的关系 来到一审开庭这天 夜景颠倒黑白 说华哥收了他一块 价值百万的古董表后 便跟他做了一些双人游戏 只是事后 贪得无厌的华哥 继续跟他要钱 索要不常又持枪威胁 他老公是为了救他 才死在枪下 面对这些控诉 阿如一时间找不到证据反驳 眼下局势对他们十分不利 阿如则向法官申请休庭 法官给了阿如两天时间 他一刻都不敢耽搁 可没想到 晚上夜景主动约他出来见面 夜景来找他 无非还是那套说辞 他爱华哥 他也坚信华哥爱他 只不过是他现在还没意识到而已 所以夜景要阿如退出 把华哥还给他 看着夜景疯疯癫癫的样子 阿如突然感觉 他可能精神出现了问题 等到再次开庭这天 阿如拿出一份医疗报告 正是夜景老公早已失去了某种功能 无法生育 所以他才找上华哥 想要重金求子 夜景老公的家人们 在庭上听到这个消息 当即明白了一切 决定再也不会给夜景一分钱 转眼两千万打了水漂 夜景气得差点晕过去 偏偏这时候 华哥又站出来指控夜景占有欲作祟 有爱生恨 得不到他就想毁掉 而他绝对不会接受夜景 因为他已经有了深爱的人 华哥在法庭上向阿如表白 两人大小恶爱 在这种刺激下 本就情绪不稳定的夜景 背弃的双眼通红 他突然抓起正务代理的枪 想杀了华哥 但里面根本没有子弹 一气之下 他对着华哥拳打脚踢 拦都拦不住 被警察拖出去之前 还在破口大骂 之后 因为夜景在法庭上的失常行为 被法庭认定为不可靠证人 他的证词作废了 华哥便被无罪释放 电影的最后 阿如成为了华哥酒吧的老板娘 华哥也彻底从娘 从此为阿如守身如玉 不得不说 这部电影真是老司机必看 尤其是夜景跟华哥 在游艇上的戏份 这里无法为大家详细解说 感兴趣的观众老一 可以自行寻找完整影片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